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陈中华 我在江泥地厂第四大厦大厅做清洁工的工作 那个机械来帮助我们清洁工的工作 对我们很好 省了很多时间 那个机械人士来帮助我们 不是来期待我们的工作 这台看起来憨态可知的机器人 每小时可以清洗1600平方米的地板 大约相等于18间四房式祖屋的面积 果然是清洁工人的好帮手 机场人来人往 为了确保安全呢 只要有人接近这个清洁机器人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动的停止 直到周围没有任何人或障碍物的时候呢 他才会继续的工作 虽然说是全自动化 但是呢 在开工之前 还是需要有人做一些检查和启动的动作 而陈博就是他的主管了 陈博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操作吗 这个很容易的 记住那个密码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只要输入密码 他就会自动的去清理什么 然后如果发生一些可能故障啊 还是什么的时候呢 好像忽然间有人走过 他会停住 我们就要赶快 因为我们在清理的时候我们是在附近嘛 我们就要赶快去暂停 看看什么情况 OK 然后之后就让他继续的工作 对对对 对陈博来说 工作虽然变得轻松 但责任却加重了 唯有不断求进步才能胜任有余 我们随机器哦 有专门人才 人员来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学大概十多一个礼拜 他教我们这家机器的适应人全部 最重要的你要记住那个密码 还有教我们怎样维修那个机器 比方说你用了之后 会有一些脏的东西 要怎么洗全部都教我 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说 upgrade我自己一生 意思是说学多一点机械化 不用一直用劳一起工作 目前张仪机场第四搭科大厦 共有八台清洁机器人 机场运作管理副总裁卓宝玉说 今年年底他们计划在第一第二和第三 搭科大厦使用清洁机器人 同时也为未来的第五搭科大厦做准备 因为我们在机场是面积也比较大 那我们又有很多的活动空间 机场也是运行24小时 所以我们当然是需要很多人力呢 来处理这个保健工作 那有了这个机器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些比较 枯燥乏味的清洁工作呢 可以用机器来取代 那如果在整个大科行站楼呢 我们可以推广这个机器呢 我们预计是可以在人力资源这方面呢 减少大概百分之二十 那么机器人会逐渐的取代劳力的工作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保有清洁 公有他们的工作呢 其实我们一台机器是不能完全取代 就是一个工人的 因为毕竟呢 还有一定他们的那个科技上的一些限制 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有保健工人 跟这个清洁机器人呢 是做补充的一个工作 以前他们是带着拖把 上漫的 现在他们是推着机器去操作的 那么我们当然会在这方面呢 加强他们在这机器的意识 虽然年过半百 陈伯明白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的道理 而他也了解 也将新加坡打造成智慧国的重要性 我希望越来越多这些人出来 因为像我们比较轻松 没有用这么多劳力 坦白讲一句 新加坡做我们这行的 比较年轻的人不适合做 人老的体力你知道是有限的 越多这些化越好 这台机器目前只能够打扫地板 但未来市面上 可能会推出更多功能的机器人 机器人只会越来越先进 而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 才能够避免被机器所取代 清洁确实需要体力的一份工作 尤其对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 如果没有科技的帮助 相当辛苦 是的 清洁行业缺人手 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也不只是在张仪机场 本地有其他的场所 也已经开始采用机器科技 来帮助他们提高清洁的效率 欢迎嘉宾 来自直总俱乐部基础设施 与企业规范署长 吴亚诚 吴署长你好 你好 署长你好 署长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之外 还有其他哪些科技 是来帮助清洁工人的 在执总俱乐部的导导 在我们的执总就业与智能培训中心 还有我们的清洁服务伙伴 伟胜工业的合作和帮助之下 我们成功测试了大概到目前有三样 这个技能 第一个是跟刚才那个 张仪机场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清洁击刷机 可能能更有效的清洁地板 还有就是这个员工佩戴的智能手表 能让这个主管更有效地跟这个员工沟通 更有效地安排这个工作程序 怎么说 就是全部都是已经编排好了 在这个智能手表里面 然后这个几时要清洗什么地方 清洁做什么工作 都会提醒这个员工怎么做 就是主管我们现在片子里看到 他通过手机 对 就可以发送信息到手表上 对 这手表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能测试这个员工的心率 就是如果员工有什么不适的话 这个主管能及时提供的帮助 那经过这些科技的一些使用 如何提升了你们的那个效率呢 整体来说这个DaoDaoEase 我们职总局部在DaoDaoEase 刚刚采用了这个新的成果导向的 这个清洁服务合约 这个合约的是鼓励这个承包商 更好更多的应用这个科技 因为这个服务合约的 这个旅行服务合约的这个标准 是在这个服务的成果和结果和成效 不是这个承包商在这个地方 部署了几名员工 所以这就能让这个承包商 以最有经济效益的方式 来履行这个合约 那对于工人的话 他们就能更有效 更快捷 更安全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对于买方这个DaoDaoEase来说 我们因为这个合约和科技的应用 为我们节省了大概 我们预期的清洁服务费 差不多有10%的 大概多少个小时呢 个别来讲 这个洗刷机 这种洗刷机 可以节省一个月 差不多100个小时 就是以前三个员工 需要劳动到的 动用到的三个员工 现在一台机器 加一个操作员 就可以升任 是 那如果说老人家 他们不知道怎么操作 有培训对吗 有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你刚刚这个 要应用这个科技 老一辈的员工 当然会有这个 不是会有排斥 所以就 可是经过我们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培训 他们最终都能克服这个困难 是的 科技反而帮助他们 能够在工作上 更加的胜任 对 非常谢谢书长 来到讲大众 谢谢 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浏览 我们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诗诚时事面部网页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是的 诗诚有约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